台風改變雙城的行程嗎 會不會提前反台作成 即將率團到上海參加雙城論壇 面對蘇拉颱風步步進逼 但江灣行程安排依舊不轉彎 比起之前的這個路徑 確實是更加上難移了一點 那我們也一定會密切來關注 如果有最新的消息的話 一定做及時的反應 選擇到上海去上演政治大戲 而沒有留在台北市作證指揮 這樣子讓市民朋友不僅僅會質疑 我們的市長是不是選擇了上海 而沒有選擇台北 創下雙城論壇有史以來 預算最多且隨行人數最高的一次 中方對蔣萬安高度重視 行程安排比照前總統馬英九 三月訪中時 除了會見上海市長龔正 傳出層級還可能再拉高 好像會跟宋超來會面 有這樣的事情跟規劃嗎 我不知道這個消息是哪裡來的 我們目前是一無所欣 沒有這個安排 對 目前是沒有這個規劃 對 會見層級有多高 北市府從上到下三間其口 但疫情後首次有官方交流 又適逢兩岸冰凍之際 六十個企業名額早爆滿 各企業想方設法都想擠進 名單中 不管是民間的人士各界 會希望能夠透過這樣子的參與 對於此情去賦予一定的期待 我想是正常的事情也反映出 這個我們的市民朋友跟台灣的民眾 確實是希望往這個兩萬和平的方向去進行推動 蔣萬上任後的首次雙城論壇 強碰蘇拉颱風攪局 尺度拿捏更勝一望 近新聞黃軒念志豪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